大家好 我是木耿老师 创业老师 欢迎大家跟我学习程序员的AI启蒙课这门课程 这门课主要讲解使用AI高效系代码 开发效率直接提升为之前的三倍 还会介绍AIJC快速生成文章 图片 视频来帮助你做副业 抓住AI红利器 现在AI已经开始融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特别是对于我们互联网和软件的从业者 2023年ChatGBT火爆全球 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AI的能力和价值 然后国内外各大公司也都在极力部署AI的研发和应用 大公司部署什么东西 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个错不了 所以未来AI将大量代替人工 不会AI的人可能会被慢慢淘汰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任何时期效率高成本低的东西都会代替掉之前的传统方式 这个是历史规律 我们左右不了 但好在现在是AI的初创期和红利期 所以说你要及早上车 来得早了 你做好了可以吃肉 做不好也能喝汤 但你如果来晚了 那不好意思 别说喝汤 连碗连筷子都没有了 那怎么样上车怎么样进入呢 AI是不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呢 不是这样的 AI很强大 但AI没有那么神奇 请记住 AI它就是一个工具 它需要主人 它需要你 那我们作为开发人员 AI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核因价值呢 之前其实网上有很多关于AI使用成型的讨论 比如说使用AI聊天咨询问题 这个其实就是代替的速度引擎效率更高一些 对吧 回答更准确一些 然后使用AI写各种电商文案 比如说淘宝啊 小红书啊 这个呢是运营人员干的 跟我们开发没关系 然后使用AI做一个聊天机器人 这个是需要开发的 也需要起代码的 也需要弄服务器的 但是它仅限于我们开发人员 个人业余的一个爱好和猎奇 因为你在工作中 在公司里面写代码做项目 不可能每个公司都做聊天机器人 对吧 所以这个只能算个人的 所以以上这些都不是 它对于我们开发人员的核因价值 那核因价值是什么呢 只有一个 就是开发绩效 就使用AI快速生存代码 使用AI快速解决bug 使用AI能让你一个人顶替三个人 这才是最实在的 这是你老板期望的 这也是你个人最实在的一个职场 竞争力和技术竞争力 所以未来可能让你失业的不是AI 而是你身边懂AI的同事 好 我们根据那个核因价值 来定义我们的课程目标 首先 我们要掌握常用的九种AI工具 从入门到实战 然后 我们学会使用AI提高开发效率 课程将通过一个项目实战来去演示 内容比较多 通过这个项目实战演示 你能真正体会到 AI开发如何碾压我们的传统人共开发 效率如何提升三倍 这个效果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最后我们将掌握AIJC 来做副业的常用工具 AIJC做副业 做内容 它的特点是成本低效率快 非常适合我们这些上班组 加班组 各种内容 首先认识常见的AI工具 然后使用AI来帮助我们写项目需求 以及做技术方案设计 然后AI写代码 项目开发 然后项目优化和测试 也是借助AI来完成的 然后 AIJC做副业 最后是AI的风险和问题 比如说版权问题 比如说泄露问题 这个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好 课程注意事项 第一 很多AI工具现在已经开始收费了 或者说未来可能要收费 但是好在都不贵 我们个人也能复杂得起 AI每次回复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你要灵活处理 课程不讲AI原理 只讲AI应用 学习前提 第一 你要熟悉HTML CSS和JS 然后了解V53技术站 还有一个就是 你要自己能访问外网 比如说谷歌做引擎 最后 希望能通过这门课程 让AI成为你的开发助手 祝你如虎添翼